尼克松访华期间,主席提及蒋介石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度量,让人震惊中国,中国近代历史战火不断从1927年,至1949年,中国解放军部队,进行了长达22年艰苦武装斗争,驱逐了无耻的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强大的国民党军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封锁,但中国人民克服无数困难,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先后研制出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在世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冲破了西方国家,封锁无数国家争相和中国建交。 到后来连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屈服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尼克松亲自访华在世界造成巨大的轰动。 要知道,不管是国民政府执政,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始终都在支持蒋介石随着新中国实力日益重大,对世界影响力产生巨大的影响。 尼克松上台之后不得不考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尼克松总统之前多次派遣新机格,前来中国洽谈,最终确定了访问中国的行程。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中央领导人亲自前往迎接这标志,这蒋介石最正是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 中国和美国关系迎来新的时代,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和主席在中南海举行会谈主席对尼克松的到来表示欢迎。 双方的交谈,尽显轻松尼克松十分直白地夸赞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著作,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发展。 改变了这个世界主席则既谦虚又幽默地表示,自己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最多能够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主席。 和尼克松交谈的时候,不可避免提到了蒋介石主席用老朋友称呼蒋委员长,还说自己和蒋介石做朋友的时间,比起美国和蒋介石之间要长很多。 尼克松也是略显认真的说,要让主席小心蒋介石这个人,毕竟是被解放军打败后逃往台湾的主席,则非常自信地说,我们如今的军事实力和建国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仅有卫星还有原子弹相信蒋介石是不敢乱动的。 此次会谈主席对蒋介石的评价和称呼,都让尼克松非常敬佩。 要知道主席和蒋介石,可是打了十几年的仗,曾经双方是战场上最大的对手。 如今主席却能够这样评价和对待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度量让人震惊。 得更容易因负易了,还是可以让我更 empower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